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过年了,给大家包一碗素馅饺子 先来和面 400克面粉 一点盐 加190克水 搅成絮状之后揉成团 不需要光滑,揉均匀就好 接下来两次饧面,两次揉面 每次饧面15分钟,揉面1分钟 两次揉面之后,面团变得非常光滑 最后饧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准备馅料的时候,刚好有一缕久违的阳光照进了镜头里 鸡蛋里加盐炒散 鸡蛋里加盐炒散 切韭菜 新鲜花固的根硬的话,就去掉 切油豆腐 切油豆腐 切木耳 把切好的菜倒入盆里 先放香油 然后调味 虾粉 把虾皮打成粉 直接放虾皮也可以 放入蚝油 一点点生姜泥 非常少的调味料,只放了一点点五香粉 最后加盐提味 这个饺子馅用了比较家常的五味素菜 这五样搭配起来本身就很好吃 虾粉和蚝油给了它一点海的鲜味 而且尽可能少的调味料 更加凸显了素五咸的味道 醒好的面团一分为二 小面团中间戳个洞 然后用手捏把这个洞扩大 断开 另外一个面团相同的操作 如果没有马上包饺子呢 面团密封放到冰箱冷藏 可以保存一到两天 拿出一个面团,搓成喜长条 下剂子 撒一点点干面粉 搓圆 压扁 两个手压住擀面杖擀饺子皮 擀出来是薄薄的自带小碗的形状 打入馅 素馅比较散 不如肉馅好包 刚好这个小碗形状的面皮 容易装下更多的馅料 面皮合起 放在拇指和食指中间 使劲一捏 然后朝中间一起 你看一个大肚子的圆包饺子又包好了 你的手指是一个天然的鸭饺子神器 开水下锅 鲜料里有空气 饺子直接就浮起来了 饺子皮比较薄 馅也基本上是熟的 我只点了一次水 水再次烧开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一共煮了4-5分钟 餐厨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 是节日里最温馨的画面 春节里亲人团聚 游自返乡 愿我们都像是一抹阳光 照进彼此的生活里 互相温暖 互相关爱 祝大家节日愉快 我是小高姐 我们下期再见